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进入十一章 那弟兄姐妹 真的这一段时间 非常非常喜乐 上帝把罗马书赐给我们 我们要来领受 是罗马书的启示 你如果得到罗马书的启示 你的人生就会完全不一样 我鼓励你 主日的信息 我鼓励你能够再 再聆听一次 我相信会对你有很大的开启 我们一起来读十一章 今天我们要读一到十节 有点长 我们就读其中的一部分 十一章第一节 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 断乎没有 这边讲的他的百姓 是指责以色列人 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 亚伯拉的后裔 属变亚宁自派的 神并没有弃绝 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你们岂不晓得 经上论到以利亚 是怎么说的呢 他在神面前 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 主啊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祭坛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还要寻锁我的命 神的话 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力娶妻的 如今也是这样 照着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 既是处于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这是怎么样呢 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们没有得着 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 其余的人就成了顽梗不化 如今上所记 神给他们昏迷的心 眼睛不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 直到今日 大卫也说 愿他们的宴席 变为网罗 变为基建 变为绊脚石 做他们的报应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 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 那弟兄姐妹因为不信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迷糊 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不明白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今天我也特别要讲到余数 第五节 她说如今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 还有所留的余数 弟兄姐妹叫做照着拣选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虽然大部分的犹太人 都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 但是仍有一群有一些的犹太人 他们是蒙恩的 这弟兄姐妹我们就有看见 真的是这样子 虽然大部分都是迷糊的 但是弟兄姐妹 神的大怜悯 在审判之中 神还留下来 那拯救教会们脱出 脱离了这个审判 他们就成为蒙拯救人 这个基督在挪亚的时候也是这样 全部大部分人都毁灭了 但是弟兄姐妹 可是有一群的人 就是挪亚 他就是渔民 他就是渔数 所留下的渔数 他一家八口 就蒙了上帝的保守 我们也是这样 在千千万万的人当中 我们是少数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主人的人 其实我们没有比别人更聪明 没有比别人更好 更高尚 但是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顺服了基督 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就成了余数 成了余数中的一位 那少之又少 感谢神 你我有权 有份也有纪念 我们充满感恩的信 我永远相信 神没有去解 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保罗所说的 那真的 上帝没有弃绝任何一个人 只有人弃绝神 没有神没有弃绝任何一个人 那我已经神经说过 神如果有弃绝 真的只有弃绝过一个一位 就是我们的绝书 当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的时候 弟兄姐妹 他就是被弃绝了 所以弟兄姐妹 有很多事情 我们真的不了解 但是我就相信 有很多的人会 你不能想象 就是在弥柳之中 神也可以来拯救他 所以一个姐妹的母亲 就是在离世的前几天 就是师母去探访 去跟他传兵 其实他已经都不能够 已经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反应了 但是弟兄姐妹就握握他手 说你如果愿意 你就动一下握一下手 那结果他竟然呢 就是轻轻先动了一下 那师母又在问他说 那你愿不愿意受洗 归入你主耶稣的名下 我为你示行 那弟兄姐妹 他也就表扎一点 弟兄姐妹就这样 在弥柳的当中 都还有可能信耶稣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充满的感恩的心 上帝的恩典跟怜悯 那很多的人可能 在最后 可能天使会对他说 你最后了 你要不要接受耶稣 而做你的救助 你举在最后最后 这一个一撒之内 他改变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只有看见 在天上有 说数不尽的人 多国多族多民多方 哇 弟兄姐妹 真是充满了上帝的恩典 弟兄姐妹 我们不知道上帝怎么样做 但是弟兄姐妹 感谢主 余数就表明了 孩子这个数字不是很多 但是呢 就是还是有 还是有 所以弟兄姐妹 求主 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 亲人好友 为他们祷告 求神 让他们成为 这个余数当中的一份 上帝祝福你 与你同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